放学 有点晚 你跑哪里去了 我跑去练举重去了 就是说他们有问我才跟他们说 他们要没问 你可能就不会说这个事 但性格比较内心 那你当时说了举重 你父母什么反应 据举重这个运动 他们有概念吗 他们说练学业荒废的 学业荒废了 对 然后又说对身体不好 但是数学科代表 数学科代表 那学习能力很好的 所以现在算重量 可能也算得很准 脑瓜子比较快 当时父母那就是说 不太支持你是不是 对 他们一开始就是不支持 那怎么个不支持 反正就是会找你谈 说让你不要去 还是说就会去找你的教练 跟他们说 他一开始找我谈 找我谈就是说 你练这个能学 学没学到什么东西 学业也放会了 就这样子 你要练不上去 你学业也放会了 他就这么说 我老爸就说 他说你 然后他也跟我们教练这么说 反正就是我说我 我这边说完又跟我们教练去说 然后反正最后主要是我一直想练 我就想练 很想 所以家庭其实也不是说一开始指望你练这个来改变家里的什么情况是吗 对 他们其实也没后面陆续的开始有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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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钱嘛 有点奖金 但是那奖金只能够 我记得我第一次拿奖金的时候 给家里面买了几样家具 现在可能还放在家里面 就是一个冰箱 我家以前 就是穷到一台电视机都没有 就穷到一个电冰箱都没有了 那我就把这笔奖金 这几笔奖金 就几千块钱吧 就给他们买了个冰箱 还有电视 还有一个DVD 当时我看家家户户都有DVD 你知道吗 我们家没有DVD 然后就把那些奖金过年的时候 我们就是去全部全部花掉 全部花掉 然后买了几样像样的家具 就这样加电 当时爸妈肯定高兴 肯定高兴 非常非常高兴 很开心 就是说儿子这么早就能给家里添补家庭 但是现在 我知道你现在这个身份 奥运冠军的身份 一定会给他们带来更多的惊喜 那我想问一下 你现在拿了奥运冠军 回国之后 一定会受到很多很多的这个 精神也好 物质上也好的这种赞誉和赞赏 那你很想就是 用这样的一个奥运身份 为家里做出哪些改变 现在你还想给父母送 你最想给父母送什么礼物 我还没想好 还没想好 对 你觉得他们缺什么 他们缺 他们就是太长时间没看到我了 他们缺的就是 缺的是见到你 对就是跟我团聚 就是这样的 那今天比完赛之后跟家里打电话了吗 我想打 但是我的电话被我们家里没收了 这赛前是收拾了 就为了让他安心比赛 比完赛的时候 他也没他也没来得及还给我 然后我就被你们带过来了 一会儿记得一会儿啊 做完自己回去赶快打个电话啊 小姐你平时跟他跟清风聊啊 你们有没有聊到就是家庭的方面啊 因为我们也在想父母 我不知道父母现在是有没有知道儿子拿了冠军这种情况 我们聊聊家庭聊的比较少 因为说白了他离开家也十多年了 可能他跟教练员啊什么的接触的时间会更多 所以家庭这一块可能我们会接触的相对少一些 清风啊 现在是北京 现在是伦敦时间的两点二十 应该是北京时间的九点多 家里现在应该都 现在家里应该是怎么样 你想想平时的时候九点多家里是个什么情况 看完比赛 他们现在在喜悦 可能我老爸我老爸老妈可能都 他们的晚上可能今天晚上肯定是睡不着的 就是一个晚上坐在那边 那我们现在跟他聊聊跟他说说怎么样 给他报个喜 好 他叫闽南语 喂 妈 妈 嗯 是啊 是啊 嘿 嘿 嘿 爸爸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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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你从来不想跟他不想跟他 他要不要听我吧 我来不听我懂 你怎么怎么说的阿比 哦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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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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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麼說 我準備了拆放 我的拆放 你還好 是啊 然後我準備拍電話給你問 你現在也是打電話 好像不可以兩句 對啊 我跟你一起講話 啊 好好好 阿姨你高興嗎 喂 喂媽 我叫老爸來聽電話 叫老爸來聽電話 嗯 聽了 爸 你在睡嗎 嗯 我剛才打電話 我剛才打電話 好 你再打電話 嗯 沒問題 我打電話問這個好的 看你的拆音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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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啦 你拆放 你拆放 嗯 我 嗯 嗯 好 我們一會兒 我們一會兒再跟家人聯繫 回頭你再打打 你剛才跟家人跟媽媽說的什麼呀 第一句 嗯 嗯 我說在幹嘛呢 嗯 我打電話過來 他不知道 嗯 他不知道是誰 還不知道 對 我說我 我說媽 他說是你啊 然後就開始 他就開始跟我介紹家裡面 家裡面啊 人好多啊 好擠啊 然後 好熱鬧啊 今天晚上肯定很熱鬧 對 以你們福建那邊的傳統 如果有發生了這麼大的喜事 那邊應該怎麼去慶祝啊 應該會什麼呀 能想像到當時會是一個什麼樣的慶祝 我想像 我有看過別人 別的奧運冠軍的那個家庭 一般 又放煙花 那是針對於那種 可以 當然我那邊是城市 不知道給不給放 但是他們 比如說針對於那種 就是比較靠郊區的那種家庭 可能又放煙花 我家頂多就是 想像鞭炮 鞭炮都不能想 鞭炮都不能想 對 那只能聊天 嗑瓜子 對就是一群人的那樣 應該也有好多 也有好多好吃的 白了好多好吃的 我知道清風現在 提到好吃的 你也應該挺馋的 因為最近為了空體重 也受了不少的苦 不會 那還好 那還好 他沒有這個 沒有這個煩惱 沒有就是沒有小級別的 那麼嚴重 但是現在有沒有特別想吃什麼 因為在國外現在也待了這段時間了 現在是不是也有什麼很想念 家鄉裡的一些好吃的 就想喝水 現在 真的不想 平時我 那時候我在北京待久了 我很想吃那個 家鄉的那個什麼 沙茶麵 沙茶麵 那個真的是從小吃到大 然後吃到了初中 吃到了這個初中的時候就 我自從去了福州 然後去的國家隊 就更看不到那種東西了 從來就沒吃過 嗯 嗯 相信馬上就還會 馬上最後有機會 不過現在還是在享受一下 在倫敦這邊的快樂的時光 對 還是最重要的 這麼大的金牌 好 最後有個請求 在我們節目的最後 咱們一會一起合個影 也請各位網友 繼續關注金牌第一時間 那麼 大家也可以通過同行微博 與清風能夠有更多的交流 同時呢大家也可以登錄 2012.3G.QQ.com 關注手機騰訊網上 關於奧運會的相關報道 謝謝各位的收看